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广东的广州 这里是广州的辛亥革命纪念馆 这个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历史非常的深厚 它是专程的纪念孙中山先生 为筹备辛亥革命活动而专程所设的一个 专题纪念馆 然后接下来呢,我在这边环绕一下 然后进去 它这个景点是免费的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呢 他的这个辛亥革命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专题纪念馆 那么现在我们走进去 这个纪念馆呢 被国家国务院 就是同意之后呢 命名为了这个阿奇的博物馆 它这个进去的话 估计只要刷身份证就可以了 或者是直接领票 现在从这边进去 从这边进去 好的 几点几点就是结束 6点半是吧 他这边进来了是直接不用刷身份证 直接给你一个票 凭票 进馆 现在进去 在这个前面呢 在这个前面呢 呈列了这个景点的这个指示 然后我们现在进去 都是清朝的时候了 纪念的一些雕塑 因为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爆发是1991年 清朝的末年 也就是清朝的最后一年 这前面的钱财都是关于他的一些简介 第一环色的 甲午战斗 这边呢 主要是介绍了这个辛亥革命的这些由来 那么在这次辛亥革命呢 他主要是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一个封建 专制制度 创立了中华民国 这是20世纪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巨变 这个纪念馆 主要的内容是包括1895年到1917年间 与辛亥革命有关的重要人物 以及一些相关事件的食物与史料 同类包括一些人物的相片 衣物写的一些书或者说是书信 一共有700多件 这边是辛亥先生 应该是在早期会议 这个主题展览馆呢 一共选择了56位历史人物 展现了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瞬间 在这个墙壁上也是成立了 各种不同的革命历史先驱 同时呢 这个纪念馆也成为了 广州市标志性建筑之一 和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边是有关于辛亥革命的一些禅书 我觉得这种历史应该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纪念 广内反增长市区有很多 而展品和展区的前方都负责 有详细的说明 用生动的这个展示方式 能介绍更加深入的了解历史 这个辛亥革命是近代史上 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 他在政治上思想上 各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 他建立了共和政体 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 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 极大推动了中华民主思想解放 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这边都是成立的一些革命历史 大多都不太认识 但是呢值得我们去细细的去了解 然后现在再带大家 再静静的去看一看这个纪念馆 这就是宾边下来的革命 我觉得撤了 , 像有的领土 Anyone可吸用这些革命的代理 再有常留心 是以后 今天才释论 我除了 不知道 我们心想育碍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